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的改变就是处理器由6代升级到了7代 售价方面128GB版3599元 256GB版3999元 现在已经开启预约 有多少小伙伴会选择它呢 日前工信部指导下的国内首批可信应用商店名单正式出路 应用宝360手机出手 碗豆甲华为应用市场 天翼空间和MM应用商店等6家产品被评为可信应用商店 近日大将Spark无人机叠照曝光 信息显示这款无人机的型号是MM1A 预计是Mavic Mini的缩写 据爆料该机将不同以往 它在速度 反应及灵活性方面有很大提升 而且体型也只有巴掌大小 预计将于4月正式推出 各位航拍民们有兴趣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被爆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ager.com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Wager 获取最新推送科技资讯为接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